不把杨子当兄弟的人,兄弟团当属肖战第一人吧。 前有先男友李宪,后有一辈子诚意。 在杨子的兄弟团里,读读肖战看杨子的眼神细腻,颇有几分爱情的味道。 肖战与杨子的CP早在余生请多指教稍微播出时,就已经磕得很上头了。 路透花絮里,杨子就好像长在肖战的笑点上,肖战只要一看见杨子就会笑出声来。 那个夏天,杨子在片场略微有点中暑后的无精打采,战哥看见姊妹不舒服很担心,但他也只能摊开手表示很无奈。 但画面一转,肖战就旁如无人地跳起舞来,用滑稽的舞步逗姊妹开心,自己越跳越开心,现场真的不要太甜。 谁还记得肖战可是男团出身啊,这么搞笑的舞步真的很难与他的舞者身份挂钩。 想必为了红姊妹一笑,战哥真的使劲浑身泄数了。 但战哥的心思真的很细腻,平常随处可见他为他打伞的身影。 有一次,肖战看见杨子自己打伞,立刻就会出手接过伞,改由自己为姊妹撑伞。 还有一次,拍摄间隙,原本想要坐下休息的战哥,有着助理给他撑伞。 没想到助理胖哥看到杨子后,直接越过肖战去给姊妹打伞。 战哥进撞后,才凑过去和姊妹贴贴,够用一把伞。 不得不说一句,胖哥要不是杨子粉丝的话,那他也绝对是cp粉头子。 然而更令人上头的是,两人都没有伞的时候,战哥干脆就拿起手中的剧本给杨子遮太阳。 遭到了导演的冷眼警告后才委屈地收手。 但是战哥的种种行为都印证了那句超甜的歌词,我顶着大太阳只想为你撑伞。 这种甜甜的小情侣的伎俩,老嫂子们都想随理了。 此前,战哥就在自己的采访中表态,如果是遇到喜欢的人,他便会主动出击。 那么以上种种算不算是战哥主动出击呢? 如果说是因为在剧场,战哥对女主角可能是会比较照顾的话,那么在场外,战哥的反应又很好客了。 晚会上,战哥主动给子妹提裙摆,主动给子妹拿奖杯,跟子妹对视后,战哥主动上前一步靠近他。 当杨子手捧鲜花,花束的包装纸太尖锐,令杨子差点误伤自己时,注意看肖战的反应,他立刻就出手调整花束,将尖锐的那面对准自己。 行动间,战哥还不忘对杨子进行老夫亲式的针针教导。 子妹听完乖乖地点头,咱就是说,有杨子这个小迷糊在,肖战肉眼可见地体贴起来。 当杨子穿着长裙要下升降台时,肖战又成为护花使者了。 明明当时战哥的双手都拿着东西,但是他看见杨子下台行动不辨时,还是会毅然决然地出手相助。 战哥把东西揣兜里后,连忙地伸出手帮忙,扶着杨子下台。 这么着急呵护的样子,能是一个绅士所为吗?定是一个护花使者所为吧。